学习古人智慧 追求功成名就 创造职场风云 穿越古今上班楼 欢迎收听穿越古今上班楼 成就工业的第一课 是什么呢 就是以人为师 要向别人学东西呢 一定要找一个好的老师 并且从各方面来去学习他 那今天一样要跟克明哥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以人为师 领导与下相处这件事情 欢迎克明哥 大家好 好的 克明哥在刚刚的 这个广播剧里面呢 我们可以听到 这个虽然他自己本身的 射精地位是已经蛮高了 不过呢 他还是像这个瓷砖的师傅 来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广播剧 还蛮温馨的 我们现代人 好像都缺少了 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美德 对不对 对我想现代人 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 其实我们本来老师学生基金的关系 就慢慢的淡薄了 对 那等到我们跨出校门之后 进入社会之后 而其实我们也很少在 这个社会云因众生里面 去找说 有没有人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宝贵的 这个我们讲说 智慧财材 对 就是年纪比我们大的这些人 他们的所有的心性智慧 跟他们专业知识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 那怎么抓住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刻 去跟我们周遭 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去学习 对 那偷偷的把他们当做老师 我想这是让我们自己怎么 把自己的人生能够更提升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没有错 其实像刚刚这个广播剧一样 我们不管身份地位的高低 或者是职业的贵贱 还是年纪的大小等等 其实如果有值得你学习的对象 我们不妨就直接的来向他 这个请他传道授业 对 对啊 那克敏格从古人啊 古人对于学习跟以人为师 跟现代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经过了这么多年 老师也走了好几个 就是从孔子到现在 这样子 当然你觉得古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当然古时候啊 这个师徒的关系比较密切了 对 那另外就是我们古时候的老师 除了传授书本的知识 我们说传道授业解惑 对 那其实很多时候是做学生的人 从老师的做人处事 老师的为人 他的这个上面学到 老师怎么把他交给我 他的东西 他在自己身上用出来 那那个其实是我们 古时候讲的学习 很重要的部分 对 那所以那种的老师呢 我们称他为人师 就他其实把他自己 作为一个 这个学生学习的时候的一个素材 让学生看到说 也说真的有人是怎么把那些知识 传授的知识 传授的道理 传授的信心 这些做出来 对 那至于说那些只是教书本里面知识 但是自己 没有把自己当做学生学习的一个模范的那种 那我们只当做他经事 他只是讲一面经的内容 就是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的这一套是这 可是那现在工商业社会了 科技这么发达了 网路教学这么多了 远端距离的教学了 Mark这么多了 其实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那些东西传授知识是很好 但是学生跟老师之间没有互动 对 其实我在这么远 我那个老师 他怎么做人处事的 他怎么把他教的那套知识 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用出来 其实我根本都看不到的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这是我们现代社会在学习 也许是知识的取得比较容易了 对 但是在一个 有人在前面作为我的这个模范 或者是学习的对象的上面 其实我们现代是不如以前的 是的 没有错 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在摸索 就好像在大海里面游泳一样 各自顾各的 那其实并没有真正人来带我们 那以前我们讲说学习老师 其实是像在国民小学过班马线 穿着橘红色背心 那个响岛 所以说我们经典里面讲说 说学习的时候 你第一要有个岛 第二你要有个朋友 就像汤姆利显记里面 那个小黑人 是汤姆说有一起冒险犯 说一个人你有了诗就有了岛 那另外你还有一个朋友 这些像这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自学了 对 那我们现在 我今天回到家 我打开电脑 我上网路的学习 其实我那个诗 他只是把知识告诉了我 但他并没有做到想岛 并没有牵着我的手 那同时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也没有像 这个小汤姆一样 有那个小黑人 作为我冒险泛滥 一起学习的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的学习 其实是蛮孤独的 对 没有错 跟我们以前讲的学习 其实有很大的差 是的 其实我也还蛮震惊 就是克明哥有看汤姆利显记 对 我们那时候 已经有汤姆利显记了 那克明哥觉得太可爱了 对啊 那我没有啦 还是要言归正传 其实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老师除了教课本上的内容之外 其实大家更期待的是 像比方说班会课 或者是说老师 他自己在课堂之余 有教了一些 大家做人厨师的道理 这也是很重要 不过呢 现在好像有些老师 真的是业务量比较庞大 那大家可能就是 教课本上的内容 就像刚刚老师 克明哥讲的经师 这样子的感觉一样 对 那但是还是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老师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 这个主题呢 不仅仅只限于这个老师 这个身份 这个职位的人 那像有任何 大家自己不懂的地方 都是可以去问别人的 当你问别人的时候呢 那个人就是你的老师 那如果就是像脸皮 比较薄的人 他不敢去问别人 这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在社会上的学习 很多其实都是偷偷的学的 像我家父 我先父 他的中文信写的还不错 那像先父就告诉我说 说他当年是因为 他其实在政府机关做事 那坐在他对面的那位同事 中文文笔非常好 对 所以他每次写完信呢 先父就把他写的信稿 拿过来看 那这样子偷学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在社会上 真正以人为师 其实最多的时候呢 其实是偷学 对 就是我今天在广播电台 我看到有个前辈 他很资深 主持节目的功力很好 那他不可能坐下来 就是给我开这个讲习 手把手的这样教 对不对 比较难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学 我们其实就还可以观察去学 对 对不对 那当然在有些行业里面 也许幸运的是 这个资深的 资深的律师 跟着一个资深的律师做 做同感案 就可以在做同感案里面 学到这个资深律师 怎么处理很多问题 这些都是在学 那今天我碰到一个 如果说有个人 我认为说他身上 有很多优点 值得我学习 那即使他不是跟我 每天都相处的同事或什么 那其实我也还是 偷偷的跟他学 我总是要有这些机会 看到就跟他偷学 那其实这个 是我们讲的一个 比较广泛的 以人为师的一个观念 那今天当然来讲说 其实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其实我们今天 社会上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 社会上 如果在一个大企业里面 这个老板请来了 这个总经理 副总经理 那老板有没有 把总经理 副总经理 当做老师来学习的 跟他们请教的 那今天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领导人 那么任命了这么多的 政府官员 他有没有在某些事情上 去跟这些 他任命的政府官员 或社会宪大 把他们当做老师来学习 那很遗憾的 就大概是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社会 洋溢着一个观念 就是说 谁今天任命别人的 那我怎么会在地 跟你请教 因为我今天 既然是我雇你 我认为你 我就是老大 我怎么还会去 把你当做老师 来跟你请教 是不是 所以这个社会上 我们就失去了 就是说去取得那些 人头脑里面的 智慧经验 这样其实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 所以今天你想看 在一个公司里面 董事长说 有会去跟一个副总 就那个副总 最精通的专业 去跟他请教 没有的 他都认为说 今天你是我请来的 你的薪资是我付的 那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把你当老师呢 你是我雇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 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 古人所讲的 要成就是第一课 就是以人为师 以人为师 对 这个其实就像 我其实也突然想到 就是尊重专业 这件事情 在台湾真的 就是像克明哥 讲的一样 风气其实 比较不是那么好一点 对 那今天 今天这个社会 弥漫的气息 就是说今天 谁付你薪水 谁就是老大 对不对 那老大就懂最多 对 那我怎么还要去 把你们当作老师 在你们身上 学什么东西 这是没有的事情 那所以就在这种传承上 其实就有了很大的断层 其实这样有点可惜 因为你看人这么多种 千百种 那每个人都有树叶专攻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情 那如果没有去从这些人身上 去寻找他们的 这个专长技能跟智慧的话 好像就有点可惜了 对 非常可惜 这其实是一个 我们讲说是一个 这个智慧的浪费 对 对不对 那另外当然来讲 就是说今天 我们今天因为 跟着西方的社会走 对 所以今天 如果你一个企业 你二代接班 二代接五十岁 是 那大概这个企业里面 五十岁以上的人 都得准备退休了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西方的管理里面 很少去跟你讲说 管理的人 你要去以人为师的 CEO就是最大 对 所以怎么会CEO 还要去跟别人请教呢 那这种的管理的 这个观念 到我们这个东方来了 所以我们也已经 把古兽 就是说你要去跟那些 年长的人去挖他的智慧 对 挖他的专业保障 的那个观念都没有 对 哇 这也是古代跟现在 蛮大的一个不同 好 那 其实这只是在一个 这个职场上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还是希望说 大家在自己的一个 生活环境 或生活范围之内 不要让这样传统的美德 给他失传了 对 那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或是你有想要学习的对象 好 那我们大家就是自己 积极主动的去争取 这样子 好 哇 我们快要变成政论节目了 我们赶快把这个 拉回来 节奏先拉回来一下 拉回来 对啊 那柯民哥你本身都是如何以人为师呢 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好 我想 比如说跟大家分享我怎么以人为师 我用经典里面 讲了一段怎么以人为师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我们讲说战国时候的燕国 是齐国北边的一个小国 对 那常常受到齐国的欺负 所以我们燕昭王继位的时候 心里就很惶恐 那他就想说 祖先的设计传到我身上 那不叫怎么样 我才能够复国强兵 对 保住祖先的设计 那他有个臣子叫郭伟 那郭伟呢 就跟我们燕昭王来报告 他说代王 他说您想要富国强兵 他说其实这个蛮简单的 他说我先来跟你讲个道理 他说那些能够成就地业的君主 他所雇来帮他做事的臣子 名义上是他的臣子 其实是他的老师 那些能够做到一国之王的人 他所请来帮他办事的臣子 名义上是他的臣子 其实都是他的朋友 那些能够成就霸业的人 他们所请来帮他办事的臣子 名义上是他的臣子 其实都是他的宾客 至于那些把国家王调的人 他所找来帮他办事的臣子 名义上是他的臣子 其实都是他的奴隶 都是他的yes man 都是对他唯唯诺诺的人 他说今天代王 你想要富国强兵 其实很简单 他说请您先以施礼代我 就是说好好的重用我 他说当天下的人看到说 你以施礼会带一带臣子的话 这时候天下的奇人义士都会来 果然我们燕大王非常英明 就立刻就重用了国伟 以施礼代他 这时候果然六国的奇人义士 你看那个郭伟听说在燕国受到重用 每个月薪水领十万美金 那个郭伟什么东西 郭伟不过是个C咖 那我是A咖 A加咖 那想我要是到燕国去 那不是每个月至少美金 二十万三十万跑不掉 所以六国的奇人义士 包括后来率领五国联军 打下奇国七十万成的乐意 统统来投奔燕国 燕国就大致 所以经典里面这句话说 说帝者之臣 齐名臣也 齐时失也 王者之臣 齐名臣也 齐时游也 霸者之臣 齐名臣也 齐时兵也 唯国之臣 齐名臣也 齐时罗典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古人的这些故事 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大家来借进 对不对 那怎么会到了现代这个时代 好像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想说 以前其实那些 你要成就伟大事业的人 你要把那些帮你做事的人 其实你要很虚心的 把他们当做是你的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们贡献他们的脑力 他们不是只是做你的手脚 对 我们现在 就是说很多用人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事 只是我一个人不能做那么多事 那你来 我告诉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我的手跟脚 那以前的人不是这样的 以前人过来讲 说我今天请你来 我要成就毕业的话 我就要听你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一段节目 应该要让很多的大老板来听一下 对 这个太重要了 好不好 对啊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啦 那待会呢 继续的回到穿越古今上班咯 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次的朋友 吃饭了 我们下一次的朋友 Peak 是 小辈子 小辈子 一起休息一下 澈子 在一起